你好,欢迎你。今天说一说贾静博。贾静博他曾经既是公安局局长,又是黑社会老大,绰号老大,博哥。贾静博是内蒙古人,1973年生,今年就是47岁了,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这个人啊,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是人们印象中的到处惹是生非,不成器的孩子,很早就混社会。 1990年,贾静博17岁,先是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巴掩卓爱蒙临河市建工局工作,三个月后啊,就进入巴掩卓爱蒙临河市公安局工作。 他是怎么进的公安局啊,这个现在也搞不清楚。 1998年到1999年,贾静博啊,利用自己公安民警的身份,和同乔卫栋非法买卖走私车辆落后手续,搞了三十多万。 后来犯事了,这几个人啊,他们就商量呢,让乔卫栋顶罪。 乔卫栋啊,就独自揽下了所有的罪责,这个贾静博就撇清了。 但是乔卫栋啊,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就取保候审。 在取保候审期间啊,贾静博啊,就安排乔卫栋出逃。 此后呢,乔卫栋就一直逍遥法外,直到2019年才又被抓获。 贾静博后来啊,他在公安局啊,游兵到关,一路向上。 2019年被查处的时候啊,是乌拉特前期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前后吃公安饭啊,接近三十年。 内蒙古这个旗啊,就相当于一般地方的县。 熟悉贾静博的人对他的共同的印象是啊, 贾局长啊,脾气火爆,举止出炉,不骂人不说话,就是一身匪气。 有一个人说啊,他有一次啊,和他们当地一个部门的一个主要领导吃饭, 这个部门啊,是贾静博分管的。 吃饭中间啊,这个领导啊,就给贾静博打电话问一个事情, 电话打通号啊,贾静博不分三七二十一, 先是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得很难听。 当时饭桌上的人啊,都感到很尴尬。 2017年,一个名叫杨平的商人啊,因为和贾静博发生矛盾。 贾静博啊,随手就拿起办公桌上的玻璃烟灰缸, 照着杨平的脑袋就砸,把杨平啊,砸得头破血流。 贾静博在白道上一路顺风,他在黑道上的事业也是越干越大, 早期的时候啊,主要是非法吸收存款,放高利贷,暴力催债。 2007年9月,贾静博用自己爱书贾志明的名义啊, 注册成立了巴延闹尔市腾达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开始大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放高利贷。 2008年到2015年期间,贾静博团伙以腾达典当行为一托, 以每个月1.5分到2分的利率啊, 像社会上不特定的265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1亿余元, 用于非法放高利贷,然后呢,用4.5分的月利率, 提前扣除10%左右的砍头戏, 非法放高利贷,暴力讨债,涉及受害人的100余人, 放的金额1.7亿多元,非法获利呢8000多万元。 比如啊,2009年到2014年, 一个叫马金山的人啊,陆续向腾达典当行借款336万元, 后来因为啊,不能按期偿还, 贾静博就指示手下刘长江, 殴打辱骂马金山还债。 2016年秋天,刘长江待人啊, 在巴延闹尔市临河区居然之家, 对马金山拳打脚踢,打乱了左腿, 并且啊,刘长江就把马金山的头啊,往车门上撞, 马金山后来被迫用三台车辆一套上坡, 给腾达典当行迪顶本息1050万元。 2013年,一个叫赵国良的人啊, 陆续向刘长江借款130万元, 月利率五分, 后来还不了钱啊, 刘长江就多次威胁辱骂赵国良。 2013年7月, 在临河区一个烧烤店啊, 刘长江等人啊,就殴打赵国良, 把他嘴巴给打破了, 上一呢还被撕烂, 并且威胁说啊, 你要一个月内不还钱的话, 就要杀你家人。 赵国良他就没有办法, 先后就给刘长江还款了220万元左右。 贾静博还专门笼络了一只啊, 暴力讨债队伍。 2003年, 贾静博利用自己临河区公安局 巡防大队大队长的身份, 为临河区行警后期的赌王段宝, 提供非法保护。 段宝因为赌博被公安机关抓获后, 通过贾静博打招呼呢, 他就交了500块钱罚款,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贾静博利用段宝试赌如命, 以赌博为业, 惧怕被法律制裁, 寻求贾静博非法保护的致命热点, 控制, 指示断保, 多次以暴力软暴力手段, 为自己的组织非法讨债。 以贾静博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还充当地下执法队, 利用公权力指派公安民警, 替他人非法讨债。 先后有组织的替他人讨债七起, 累计讨要资金约2.5亿元, 他们非法获利560万元。 2014年3月, 一个叫吴平的人, 在解决他和别人的借贷纠纷的时候, 就请贾静博帮忙, 贾静博就引荐吴平, 和当时的临河区公安局局长杨明认识。 通过杨明帮助, 吴平就要回近2亿元资产, 为了感谢杨明, 贾静博就伙同吴平, 向杨明行贿280万元。 2020年3月, 巴延闹尔市公安局副出级干部杨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为了管理自己这个黑社会组织, 贾静博还指示组织成员韩勇, 租用巴延闹尔市临河区新城康都会所, 有他这个组织成员乔卫东管理, 共组织成员在一起吃喝玩乐, 聚会赌博, 并且还不定期召集组织成员开会, 听取汇报, 安排部署违法放高利贷, 讨债等业务。 在贾静博的涉黑暗中, 屡屡出现他亲属的身影。 2010年11月, 一个叫高庆平的人欠腾达点道行400万元没有还, 贾静博这些人就对高庆平殴打拘尽, 并且逼迫高庆平将临河区狼牙镇葵花存储厂敌顶债务。 但是因为高庆平他同时还欠一个叫张爱萍的人400万元, 被张爱萍诉职法院将这个存储厂保全。 因为这个事, 贾静博就指示管瑞丰等人多次找张爱萍谈判, 并且利用公权力, 指示临河区经侦大堆民警马宝贵, 以调查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为由威胁恐吓张爱萍, 逼迫张爱萍解除保全。 最后将这个奎华存储厂过户到贾静博控制的泰荣商贸公司名下, 后来贾静博就把这个奎华存储厂改建为 粮食存储厂, 由贾智君负责经营管理。 贾智君是贾静博的亲厮叔, 这个人生于1963年, 身高1米7左右, 身材较胖, 大眼睛, 文人凶狠霸道, 也是一身匪气。 当地人称贾智君是四爷或者贾四爷, 贾静博在拿到国家临时存储粮收储资格后, 就伙同贾智君, 苏与奎等, 违反国家规定, 采取违规延长收购实现, 违反直接收购农民玉米规定, 以低于国家规定的挂牌收购价, 违规大量向粮贩子, 跨收购地域限制, 收购玉米的手段, 骗取国家收储资金2049万多元。 2009年, 贾静博将他非法攫取的巨额财产, 进行公司化管理, 涉及酒店经营, 房地产开发, 小偶房贷, 建筑工程承包, 粮食收储, 杀石厂垄断经营等多个领域, 随着资本不断积累, 贾静博就给自己老婆李瑞违规办理的并退手续, 让李瑞负责经营管理贾静博前期积累的资金, 到案发前, 陆续注册成立了八岩闹矮市巨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金凯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泰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 贾静博李瑞等人, 以投资控股参股等方式, 注册了公司50多家, 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他们的司机保姆亲属, 其中有贾静博李瑞和他们的亲属实际掌控财权, 实际运营的公司有17家, 李瑞是贾静博的前妻, 2009年李瑞35岁, 在贾静博的操作下就办理了并退手续, 看我们有些人可能35岁还没上班呢, 人家35岁就退休了, 从此李瑞就全身心投入到管理他公司的业务上面, 后来贾静博又和李瑞离婚, 企图和李瑞切割以求自保, 在多起行贿指控中都有李瑞的身影, 贾静博李瑞实际控制经营的巴言闹矮市通联通信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前缘盛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公司, 被告人贾林林实际控制的内蒙古林达新型运动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公司, 分11次, 像乌拉特前期农村商业银行, 核套农村商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提供虚假贷款材料, 虚构虚假贷款用途共计贷款3亿元, 贷款均用由公司经营和银行导贷, 银行导贷就是他从银行以低利率贷出钱来, 然后在外面放高利贷, 因为涉嫌受贿罪, 2019年9月17日, 李瑞被巴言闹矮市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 2020年3月24日被奥尔多斯检察院决定逮捕, 贾靖博在担任乌拉特前期副期长期间, 矿产资源开发开采是他分管的领域, 这中间他的四叔贾制军就垄断了砂石矿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不配合贾制军的企业家甚至因此深陷领域, 2008年, 乌拉特前期人民政府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了40多家铁矿加工企业, 乌拉特前期据得称金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就是其中的一个, 今年63岁的包头式企业家郭建平, 是金圣达矿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也是这个公司现在的法人代表, 郭建平说, 他此前从没有在乌拉特前期做过生意, 当时乌拉特前期人民政府为了吸引外地企业过来, 承诺了多个优惠条件, 并允许先上车后买票, 政府说这些手续都有他们版, 这公司你只需要建厂生产和纳税就行了, 2009年8月, 金圣达矿业在乌拉特前期, 鄂埃登布拉格苏木投资生产, 主要经营选矿加工销售, 在开工前后, 金圣达矿业陆续取得了乌拉特前期发改局, 环保局, 水务局等一系列手续, 并且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 采矿许可证等这些手续, 2012年5月, 因为这个市场价格低迷, 金圣达矿业主动停产, 停产的时候, 公司内还存着75万立方米的矿石原料, 2018年初, 铁粉价格回升, 郭建平就准备复工生产, 这年3月的一天, 贾志军就找到郭建平, 要求用200万元的价格, 承包金圣达矿业5年的开采经营权, 期间还要无偿使用, 他的相关的机械设备这些东西, 郭建平说, 金圣达矿业前期, 在机械设备等方面的投资, 就超过了6000余万元, 而且市场刚刚回暖, 看到了企业盈利的机会, 他认为这种合同极为不合理, 因此当场就拒绝, 贾志军就说, 如果这样, 其政府就会抓你做典型, 你不要后悔, 要是我不干, 谁也干不上, 郭建平说, 当时他没有理解贾志军的意思, 后来有人给他说, 贾四爷贾志军是贾旗长, 贾静博的亲似书, 这一年3月底, 乌拉特前期就组织力量到金盛达矿业, 对生产车件, 炸药库, 采钢房等进行拆除, 乌拉特前期农牧业局, 对金盛达矿业做出的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显示, 农牧业局认定金盛达矿业, 未经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审批, 涉嫌非法占用草原, 同年4月3日, 郭建平就被乌拉特前期警方刑拒, 同年5月4日, 因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辟捕, 在庭审的时候, 郭建平开始就不认罪, 他变成是你政府招商引资时有言在线, 答应先上车再补票, 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手续还没有办理下来, 并不是我不办, 是你政府当时说你帮我办, 郭建平说, 他来乌拉特前期本想是来挖金山, 但是没想到是上了贼船, 自己当时已经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在乌拉特前期看守所羁押时, 他一度大小便失禁, 生活不能自理, 但是看守所领导告诉他, 其领导不同意他离开看守所, 郭建平说, 法官曾经劝他, 你只要认罪, 刑期不会太长, 对你身体也有好处, 后来他就主动认罪, 2019年2月17日, 他被乌拉特前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 并且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现在基盛达矿业已经废期停产8年多了, 贾志军在乌拉特前期的矿产生意背后, 有贾静博和乌拉特前期公安局多名班子成员的身影, 2017年, 贾静博李锐为贾志军电资90万元运作资金, 供贾志军垄断经营乌拉特前期杀石矿市场, 2017年到2018年间, 贾静博指示贾志军有组织的实施串通投标, 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活动, 并且垄断乌拉特前期杀石矿市场, 贾静博指示纵容贾志军通过串通投标, 恶意交易等方式, 获取乌拉特前期杀石矿开采权, 垄断控制了乌拉特前期仅允许开设的四家杀石场, 并且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 非法开采销售杀石, 卖矿非法获利600余万元, 贾静博指示乌拉特前期公安局班子成员常见利和民警张志, 帮助贾志军垄断经营乌拉特前期杀石矿市场, 通商事发后, 贾志军为保贾静博试图不受影响, 自己不受法律制裁, 伙同常见利指使王永和张林仓出面顶罪, 并且毁灭杀石料账目明细, 常见利已经被查, 贾志军因涉嫌贪污罪, 于2019年9月17日被八言道义市监委采取留置措施, 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 非法采矿罪, 于2019年12月16日被鄂托科齐公安局刑拘, 在这个扫黑除了背景下, 关于贾静博的举报满天飞, 贾静博也知道大事不妙, 他曾经忙着转移股份为自己洗白, 同时贾静博多次召集组织成员, 定立拱手同盟, 对抗组织调查, 2019年6月下旬, 贾静博去呼和号他学习, 当时就有传言贾静博已经被调查了, 但是同年7月2日, 贾静博还是返回了乌拉特前期, 回到工作岗位, 贾静博回来后, 当时乌拉特前期一位现任主要官员, 曾经专程赶往巴延闹尔市公安局, 找到主要局领导, 称贾静博是好同志, 为百姓做了很多工作, 并且说各种关于对贾静博的举报都是污垢, 贾静博离婚后, 和乌拉特前期政府一名年轻女干部, 住进了一套别墅中, 当时有传言, 这套别墅是贾静博赠送给这个女干部的, 在办理贾静博案的时候,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曾经找到这个女干部问话, 女干部说, 这个别墅没有过后给他, 并且说, 我们俩都离婚了, 住在一块很正常, 他说到好像也没有毛病, 2019年9月17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指定由俄尔多斯市公安局, 配合巴延诺尔市纪委监委, 征办案贾静博等人职务犯罪案件, 俄尔多斯市公安局指定由厄托科齐公安局主办干案, 并且抽调136名精干警力, 组成专案组, 权力攻坚, 2019年10月29日, 巴延诺尔市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贾静博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9年12月24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在网上发布, 关于公开征集贾静博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违法犯罪线线的通告,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 收到反映贾静博犯罪集团违法犯罪的举报线线191条, 2020年3月14日, 贾静博被刑拘, 10天后, 被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区委政法委微信公众号消息称, 中央组共争破贾静博等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73起, 涉嫌团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非法采矿等16项罪名, 抓获犯罪嫌疑人69名,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价值14.525亿元, 在贾静博射黑案中, 乌拉特前期公安局也成为被告单位, 在贾静博任乌拉特前期公安局局长的时候, 这公安局曾经收受乌拉特前期农商银行等四家单位赞助费165.2万元, 用于警务工作站建设, 建成后由公安局管理并且使用, 检方认为乌拉特前期公安局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有关规定, 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责, 贾静博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贾静博落马的三个月前, 中央扫黑除第15独岛组, 结束了在内蒙古自治区持续一个月的独岛工作, 指出自治区政法队务建设问题比较突出, 扫黑除与反腐败结合不够紧, 对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挖的不够, 贾静博只是近两年来在内蒙古政法系统反腐风暴中 被查的官员之一, 9月17日, 包头市青山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 包头西土高新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原额检察官李舒耀被查, 7月11日, 在王永明案的庭审中, 作为公诉人之一的李舒耀, 被律师西翔栋当庭举报收受了王永明家属30万元贿赂, 2018年10月5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行云落马, 行云曾任自治区政法委书记, 从行云落马后, 内蒙古政法系统震荡频繁, 其中自治区公安厅三位副厅长尤为引人注目, 2018年10月31日, 原副厅长孟建伟退休近一年后被查, 次日, 时任副厅长呼和浩特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李志斌, 自意身亡, 2019年6月15日, 时任副厅长赵云辉落马, 行云落马至今, 内蒙古政法系统多名官员出现问题, 涉及自治区以及呼和浩特, 通辽市, 行安猛包头市, 西林郭勒猛, 赤峰市等多猛市的官员, 他们有的自首, 有的自杀, 有的被杀, 其中多人呢, 势图有交集, 关系盘根错节, 窝案, 一官一伤, 又是官员, 又是伤人, 为黑恶势力战海,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材等特点明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